那最後呢我們實際上 其實臨床的考量 怎麼樣給予放射線的劑量 一天給幾次 給多少 要給多少種劑量 如果說有聽過放射線治療的 大概就 其實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不同的癌症 原來原先標準的放射線治療 就不一樣嘛 鼻炎癌頭頸癌 大部分都給35次的治療 7000國際單位 乳房的疏後的治療 大部分可能給25到30次 5000到6000的國際單位 不等 肺癌通常也會給高 給35到37次 6000到7000的國際單位 另外放射線治療跟 免疫治療 誰先誰後 先給放射線治療 還是先給免疫治療 先給免疫治療 還是同時給放射線治療 怎麼樣交叙 另外 當然 剛剛 陳醫師已經跟我們介紹 免疫治療 單獨做免疫治療 就好像有那麼多副作用了 那再加一個放射線治療 毒性會不會更大 其實毒性是會更大 但是怎麼辦 OK 放射線的質量跟那個 怎麼樣做分次呢 基本上 簡單的講 目前沒有定論 在不同的劑量 包括單次給2Grade 單次給20 單次給80 20跟80是非常高的劑量 其實都有可能有效果 所以目前的其實最佳的組合 其實unclear不知道 不過整體來說 大部分的文獻是支持 Hyper-flexionation 低分次 也就是一次給5到200Grade 20Grade 對不起 5到20Grade 或是 我們有時候放射治療醫師常講 500到2000的國際單位 比較高一點的劑量 是比較好的 跟傳統的多分次比起來 一般來說是這樣 不過這其實跟放射線治療的一些技術 是有很大的差異 因為剛剛提到的都是一些 有關放射線增強免疫反應 其實主要都是在 動物實驗跟細胞株的實驗上看到 所以這些 執行放射線治療的機器 其實有很大的不同 不像說我們現在大概 臨床實際上常用的都是 百萬伏特等級的X光 那他們實驗是用的 有的是千伏特 有的是更低的能量 另外當然這些效應 會跟腫瘤的形態 不同的腫瘤 不同的動物的模組系統 會有關係 那怎麼樣去選擇先做放療 還是先做免疫 還是先做免疫 先做放療 其實目前大概最有公式的答案認為 concuren也就是同時給 兩個一起做 放射線治療跟immun一起做 可能比階段訊的做要好 這是目前大概稍微比較有公式一點 一起做可能比較好 但是最佳的組合 還是需要一些研究去發展 那先做電療的話 有可能呢 會產生一個缺點 就是你電了之後 雖然很多抗原跑出來 但是有可能這些免疫細胞 反而產生了一個耐受性 他去認識它了 所以反而效果不是很好 那如果先做免疫治療呢 有可能他把這些發炎細胞免疫細胞 都用光了 所以他就沒有足夠的免疫能力去 繼續後面的免疫的反應 這些都是動物的實驗 animal model 動物的細胞實驗 所以要真正用在人類上 其實還是有後續的研究 必須要去發展 那另外剛剛陳醫師有講 其實免疫治療 它在全身都有可能有一些毒性 那假設我們要照射 腦下垂體在腦部 我們要照射腦部呢 哇 那腦下垂體發炎 會不會很可怕 我們要照射肺部 剛剛陳醫師舉了一個罕見 但是其實會致命的肺部發炎 哇 怎麼辦 另外肝臟的照射 會不會引起肝臟的發炎 假設 然後腸胃道 剛剛陳醫師也舉了 腸胃道其實也會發炎 會拉肚子 這些怎麼辦 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 我們其實目前的發展已經 知道說免疫治療 其實它會有一些副作用 但是這些副作用 大部分靠使用類固醇 是可以控制下來的 以及剛剛陳醫師有提到 多專科團隊的共同的照護 是可以控制下來的 另外呢 第二招就是 把這個免疫治療停下來 一般來說是可以有效控制 免疫的不良反應 當然有的時候兩者都用上去 那怎麼樣去好好的結合 安全的使用放射線治療 跟免疫治療呢 其實越來越多證據告訴我們 像是有主要有兩篇 比較大的一些臨床研究 告訴我們 一個epiluminate 假設跟放射線治療 一體治療骨盆腔 其實並沒有嚴重的腸胃道發炎 OK 所以你使用這個藥 epiluminate跟RT 在治療骨盆腔裡面的腫瘤 可能應該腸胃道發炎 其實不會增加的 那腦部的轉移呢 目前也是跟放射線治療 跟epiluminate這個搭配 目前比較有實證醫學的角度 但epiluminate這兩個地方 分別在治療腦部跟骨盆腔 腸胃道 並不會增加它局部的免疫的副作用 OK 這是我最後的結論 Checkpoint Block Immunotherapy 檢查點抑制的免疫療法 目前已經越來越重要 而且有可能是 所謂癌症治療的第四個阻力 那前三個阻力是什麼 如果有像第一個就是手術 第二個是藥物治療 包含化學治療跟標靶治療 第三個就是放射線治療 就是我這一行 第四個接下來 有可能就是免疫治療 然後呢 我們目前科學家的工作 就是要去預測說 哪些病人他是Responder Responder就是對免疫治療 有反應的 或者是對放射線加免疫治療 有反應的 這是醫生跟科學家 要再去研究 去找出一些預測因子 目前已經有的證據是 放射線治療可以增加 可以增強免疫反應 所需要的很多種步驟 另外呢 放射線治療跟免疫治療 一起搭配的話 是可以增加局部控制跟遠端轉移 當然 這個部分是在動物的實驗上 以及細胞組實驗上是比較多 最後呢 免疫治療 目前主要是應用在 所謂的轉移性的病人身上 包括頭頸癌 今天講的是肺癌 可是其實頭頸癌在有一個藥 Pain-Portisum-Mei 其實他也 FDA美國的藥物管理局 他也通過 連頭頸癌都有 免疫治療可以用 但未來會不會跟放射線治療結合之後 變成一個所謂的治癒性的治療 又變成癌症治療的第四根支柱 這是非常可以期待的 當然這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支持 告訴我們 指引應該怎麼做 好 謝謝大家 時間關係開放一個問題 給大家請教 呂醫師 陳醫師好 我自己本身也是放射腫瘤科醫師 所以對這個議題也蠻有興趣 然後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剛剛那個中醫師有提到 就是說有一些癌症 是對免疫治療是比較有效的 比如說 像現在目前證據力比較強 可能就是像那個黑色素瘤 然後像肺癌 還有腎細胞癌 頭頸癌等等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那個 有一個卡特總統 他是黑色素瘤全身轉移 然後後來經過免疫治療之後 好像就得到治癒的效果這樣子 那所以我想分享一個 也是黑色素瘤的一個經驗 就是以前 有一個大概60歲的女性病人 然後黑色素瘤幾年 然後化療就是漸漸失效之後 開始蔓延了 那皮膚上其實有很多那個病灶 那他來找我們放射腫瘤科 我們之前的比較資深的醫師 他那時候就是給他做一個方法 就是在皮膚比較嚴重的地方 剛剛擦一個叫Adara的藥 他是用來治療菜花抗病毒的藥 然後他同時也有免疫抑制的 免疫調節效果 然後同時在擦藥的地方 再做放射治療 所以呼應一下剛剛那個 呂醫師說的 在你免疫療法跟RT 放療之間要怎麼排序 其實可能同時做 可能是效果是會比較好 那果然這個病人就是經過這樣治療 他可能沒有全身的病灶都消光 但是可以觀察到 大部分的病灶都有改善 縮小或是甚至不見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 這是口頭分享一下 一個黑色素瘤治療的經驗這樣 那另外就是再呼應一下 今天的題目是肺童小渴 就是說在免疫療法 免疫反應在肺癌治療上 就是說 過去剛剛仲醫師有提到就是 在單純只有化療的年代 晚期的肺腺癌大概只能一年的存活率 那後來有標靶之後 可能可以到兩三年 那現在漸漸我們就可以觀察到 有一些肺癌病人可以 有一小就是在生存曲線的尾巴 他會多出一群人 就是可以活到四五六年以上這樣子 那這群人除了就是可能有接受免疫治療以外 其實今天就是要傳達一個觀念 就是說目前正距離方面 放射治療也有一定的增進免疫的那個 治療的效果 那包括在肺癌治療過程中 包括就是 比如說有一些刮轉移 刮轉移 Oligometastasis或刮膚發 或是有一些有症狀的病兆 像腦轉移、骨轉移 或是身上線轉移 那在這個治療肺癌過程中 其實適時適當適量的 加上一些放射治療 其實是會有一些 我們慢慢就是觀察到 就是會有一些免疫 一些免疫增強的效果 然後可以使得病人有機會可以長期存活 那以上就是一些心得報告 謝謝 謝謝 謝謝張醫師 張醫師是從桃園敏聖醫院來的 那其實我們那個卡特總統 黑色素瘤的治療當中 他不是只有用藥物 他其實腦部要做放射線治療 所以其實放射治療跟免疫治療的 合併是相當的重要 那我們再次謝謝 李醫師給我們很精闢的演講 謝謝